在四川 素有吃在四川 味在心金之说 这些出土于心金的汉官 官壁上的图案雕刻精美 栩栩无声 汉官上的鱼形图样 佐证了心金人自古对美食的追求 但心金的味道并未止于何仙 南来北往的货物与商旅 穿梭于心金渡口 带来了五湖四方的口味与习性 心金人在五方交汇的口味中 追寻着一种独到的超越 胡健是心金县餐饮协会会长 也是一名特级厨师 这道曾经在国宴扬名的开水白菜 就出自胡健的同乡前辈 心金人罗国荣之首 罗国荣大师从十三岁开始学厨 成师从都尉大师 最后成为一代名厨 当时在成都开设了一家叫一字石的餐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罗国荣成为第一代国家特级厨师 调任北京饭店 开始主持重要国宴 开水白菜在国宴上大受欢迎 在罗国荣的手中做成了川菜一角 为了找到一种真正滋养普通人家的菜品 胡健透过开水白菜寻找心金味道 真正的精髓 开水白菜的制作看似简单 实则非常精细考究 白菜要用川西黄阳白中间一点点嫩心 高汤要用老母鸡 排骨 干贝和宣威火腿等食材 小火熬至四个小时 为了汤味纯正 还要用鸡脯肉打成肉鸣 用鲜汤搅成糊状放进汤里 吸附汤中的杂质 开水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汤色轻如白水 无色透明 它在吸收了食材的精华后 看似朴实无华 却清鲜淡雅 大道至简 功夫在味道之外 做菜如同做人 足够真诚 足够投入 功夫到了 味道自然纯美至极 这就是雕入汉官 名列国宴的心经味道的精髓 也是前辈罗国荣带给胡建的启发 哎呀 今天这个是嘴巴吃了 柔子深烤 不错 收获不错 收获不错 一条鲤鱼在胡建手上 做成了红烧鱼和鱼头汤 平常人都会丢弃的鱼鳞 则被裹上生粉 放入牛锅 炸至酥脆 撒上葱 椒 盐 短短几分钟 一道口感酥脆鲜香的佐久佳肴就做好了 带着向前辈致敬的前程 胡建做成了这道创新川菜 银甲飘香 与寻常处建功夫 无论是开水白菜 还是银甲飘香 新金美食中 传承的是新金人骨子里 大道质茧的质朴与真诚